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挺巴翻译示威者营地 在遭到执法部门强行清理之后 由亲巴勒斯坦学生2号白天是再次的出现在营地 有学生对本台就表示 抗议示威不会结束 早前的清场可能是一个挫折 但是他们会继续回来 不会放弃 那目前的校方将本周的所有课程转移至网上进行 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挺巴翻译示威者营地 遭强力清除的过程当中 警方被只使用大量的橡皮子弹 而学生只有用雨伞作为阻挡 据悉包括加大一名神经遗传学的教授在内 共有209人被拘留 截止2号晚些时候 大部分因涉嫌未能够驱散而被逮捕的学生 学校的教授员工和其他抗议者已经开始陆续离开监狱 而就在警方完成对于挺巴营地的强力清理之后 2号白天再次出现数十位清巴勒斯坦的学生 围在营地的周围继续抗争 尽管再次遭到警方的围剿 但他们表示不会放弃抗争 总统拜登在周四就大学校园抗议活动的讲话中指 破坏公务 非法侵入 打破窗户 关闭校园等做法都不属于和平抗议 有学生就表示 加奥大学洛杉矶分校挺巴示威活动 除了在校园广场设立帐篷营地之外 是几乎没有违规的和平抗议 而一切的导火索士持续五天的和平抗议活动当中 在30号一群亲以色列人士对于帐篷营去的暴力攻击开始 在施暴的三个小时内 禁无警察出警制止的离谱系码后 第二天警方接管校园 必将亲巴的抗议活动定义为 悲和平示威后启动清场 对此学生气愤难平 甚至有学生在清场被捕时质问警方 在他们遭到亲以色列人士攻击时 警察在哪里 听巴的森 学龙表示 这起抗议实惠活动绝不会因为被拆除营地 而选择停止或者结束 因为就以色列在加沙发行的罪行 他们觉得这一切是不能容忍也不能接受的 以上是方卫视杨明君李战青 来自洛杉矶的参谱报道